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停一下 好像看着有点累了是吧 没事没事是吧 没关系 我看了一下有几个我想讲 一个可能是窝拍 我感觉窝拍有点不太顺 还有一个就是后场的一个发力 虽然球还可以但是不是那么舒服 如果发力再好的可能会打得更厚一点 质量打得更好一点 我先从这两个方面给你先分析一下 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讲的窝拍 你先在窝给我看一下 但你打的时候有时候好像不是这样 打的时候可能转过来了 对 有这个意识 对对对 就是你这样窝的时候应该可以说是比较正确的 但你打的时候刚才看了 那拍的有时候会这样了 对那很有可能 变成你的发力不舒服 别人这个球有的打不厚了 这个可能有还有点不习惯 所以可能等一下你再做一做 就是这样的方式再打打开 那能发力吗 你要试一下 先不试还不知道吗对不对 好好好 再用点力啊 窝拍又有点了啊 你看打的时候就有点过去了 你别动 所以跟你刚才给我看的时候窝拍有点不一样了啊 你刚才是这样的对不对 对 那刚才你现在打 但是不是不可以 还是算可以的哈 OK 然后呢 刚才我在讲放松 放松 这个拍因为礼貌就是这个 这个这两个手指很重要的啊 所以你尽量不要这样了 这样的话这两个手指好像没用了 本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你变成没什么用了 所以就稍微让它 然后还有控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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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子 有些人他很喜欢这样握身 因为哎 你还很容易打对不对 很容易打 你觉得这样的 我怎么打一打 把球部打边了嘛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把这个这个手腕都翻出去 翻出去它的拍片就这样 啊 然后这个力量就是这儿 好 你现在还有一点是什么 这样出去 这样的意思啊 是好像你的力啊是从从这儿到这儿都到这儿对不对 但是这儿到这儿的力是应该是没有用的 没有的 球已经出去了 出去了啊 所以真的要的力是这儿到这儿 这儿所以我就说 用到这儿就够了 对对对对对 蛮不错的嘛 谢谢啊 哎 这个很好 好 我觉得啊就是说 虽然应该是没什么用力吧 啊对对对 但是球好像比刚才要舒服了 你力量发对了啊 因为刚才其实用了很多力就是没打在那个球上面 但现在呢就是说没怎么用力 但是所有的力量正好就用到这个机球的这上面了 啊 是啊 还有一个要讲就是机球点太低了 所以你看你的球一般来在这个地方机球 这球比较平 让你这个感觉就要提前一点了 就算尽量再早一点打球 就是原来你本来想打的时候 现在说 我稍微早一点打 再早点啊 再早点 好 试一下 哎 哎 对对对对 干脆一点 对了 很好 放松 哎 很好 好 这两个球就高度也很好 如果要求高一点的话 就说让动作再稍微 能够柔和一点 再柔和点 再柔和点 因为用把这个这个监管机啊 能够给他 就像你比如说他现在你要丢一样东西给我看一下 你想丢远一点呢 是吧 不一样的 对吧 这个到时候自己再琢磨琢磨 或你要想现在学也没问题 哈哈哈哈 哈哈哈 那个 刚才就讲了这个窝拍 然后这个发力 我觉得 进步很快 这是我个人感觉 但是不是自己表现自己 哈哈哈哈 我再做一下示范 然后你再看一看 一个人呢 你看看我这个 监管节 然后这个发力啊 窝拍这样 好不好 放松 太大了 出去就打完太大了啊 打完收住一下 放松 等一下哈 刚才一个好的就是你忘了 手往放松 手往放松 对对对 这个 这个没有 啊 我只要你到这就行 放松不要用力 哎 对对对 包括到最后这个手指这样抓它 它也是厉害 哎呀 再放松 对 你看这样 你看 都能听到声音看到没有 反正放松不要用力 这个才是爆发的 啊 哎 很好 哎 很好 对好 不错啊 其他还有什么需要 比如说往前 还是反反拍是吧 反拍 反拍 反拍对于我来讲 一个建议就是尽量少打 但是像作为业余 可能包括像年龄也比较大了 当然反拍可能是必须要用的 为什么 因为 你老是要用这个侧场会会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可以 我先叫一下 你先坐一坐 然后再看一看 好 它几个 后传的 它用反拍打就行 稍微站前一点 哎 对对对 好 往前一点 给自己一点难度 因为这个球你太前了 哎 好的 好 停一下 这边的反拍的发力其实还相当不错啊 听这个声音还有 稍微欠缺一点就是 你没有像刚才 刚才你这个 你有体会吗 有 但是这边 这边没有了 对 没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很可惜了 而一个呢 就是动作方面啊 就是说 你会变成 这样了 就像我刚才讲 你是全部送出去 送走了 对对对 这里面的东西就是其实是在这个地方了 跟你刚才 刚才我就说 刚才是在这个地方了 现在是在这个地方了 好 所以你看我打完球 你看 你看 你打完 其实拍摄是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当然就是说如果要连贯的话 这个打完我就回来了 但现在就是做一点 慢点给你看 这边应该是打完球了 但你看看 你看你刚才 就是说还是有一个就是这边到这边的力量 对对对 这边到这边的力量是没有用的 啊 这个力量你可以省了 给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 来对 很好 放松哈 对对对对 好的 好 停一下 你要有个概念啊 就是说对我来讲 你这个还不叫反拍 为什么 因为 太太舒服了 他打的时候尽量把身体能够转过来 转过来 转过来 你现在没有 你看你明白吧 你现在这样在做 对吧 所以这个呢 转过来 可能跟实战就会有区别了 还有一个就是步伐 现在因为球好像比较慢的 有很多事情 这个步伐 第一个就是准备好 然后 你的这个脚啊 就转 然后 你的这个脚啊 就转 这个脚 这麦几步啊 就要看球 比如说这个球就在这儿 一步就可以 一步 你比如说这个球 你可能就是要去垫一步了 你看啊 多了一步就是 一步 一步啊 这样再垫一步 你还可以先这样过来 这样他两步就够了 这样 对 他两步就够了 对吧 那个呢 会比较复杂一点 这个就比较简单一点 哎 哎 这样 你就这样就可以了 哎 对 好 啊 这就比较难打了 对吧 准备好 啊 好的 动作小一点 啊 这力量不干脆 所以那个球你看啊 不够到 不够到位 啊 好 有了 这个就有 有点难度了 对对对 但这种球我想应该会时常发生是吧 对对对 人家打平球那肯定就会出来了 所以还是要讲的就是一个发力 主要就是刚才 刚才厚了以后 不要这样了 啊 这个是一个 这是有毛病了 一个很不好的发力 这种球你看我又能够见了 我不 你看我动作没有到这 对对对对 所以我只是 到这了对不对 啊 放松 这个握拍还是要放松 啊 刚才刚才我跟他讲的这个 这样子有一个握那个 包括这个 他也有个 放到松里看了 还是放松有 这个力量才 这个力量其实就是这么一瞬间 对对对 对不对 还有什么问题 我在打学过程当中吧 就是这个肌肉有时候就是有一些酸疼 酸疼哪里的肌肉 一个肩膀还有 还有这个这个小臂 小臂这块 我都觉得有是不是发力不当造成的 呃 这里面我我想问一下 一方面就是说你刚才说一个星期大概打一次 如果是我的话 我如果停一段时间我去打 我也会酸疼 我已经形成习惯了 应该不会当时就痛吧 反正打完了可吧 打完以后 这个应该是肌肉反应 他会痛 因为反应以后他就硬了 他有肌肉反应 他过两天他就好了 这是一种 那作为肩关节的酸痛呢 可能就是说 力量不够 是力量不够 你可能要要稍微加强点力量 不是用力过度 过度造成 我想这个应该不是 属于受伤那一类型的 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说一个呢 长打你可能一个星打个两三次 这样的情况会比较少 还有一个呢就是 你举一点哑铃 作为你的就是说要时常小心观察 这是受伤的反应 还是一种一般的肌肉性的反应 这是两种不一样的 如果是受伤的话 他不是这样的 你越打他会越痛 这个就要很小心 有一个方式可能减少你的疼痛 或者尽量可能避免的 就是说打完了以后注意放松 因为你松弛以后 他恢复才比较快 他到第二天呢 他又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况 去去训练 所以打完球以后注意一些 柔韧训练 拉拉韧带啊 去说一些放松啊 这个对这个 肌肉反应还是有好处的 那您能具体做 比如说做哪些动作呢 放松的话 其实有有很多 比如可以你坐在那 把一些压压韧带 两个腿的韧带 压肩 比如说扶了墙 这样往下压 压两个肩吧 这样拉的话 拉这边 对 手臂的话可以自己 做一些按摩 或者这样放松 这些都是一些放松的方式 明白吗 明白明白 希望对的有帮助就是 好好好 将来 再遇到你的时候 你就说 邦老师我手已经开始不怎么冲了 哈哈哈哈 好吧 好好好 谢谢老师 还有客气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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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